住得慣不慣啊 Kenji 很明顯他很舒服 又是我Alex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家的新成員 就是他了 Kenji 先跟觀眾打聲警告一下 這裡太暗了 因為他正在睡著 所以我就不想讓他太多燈光 你看他有眼睛睡覺 他繼續睡覺 在他領養Kenji之前 其實我們見過他一次 中間其實也發生了一些事 一波三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領養Kenji發生了什麼事 和養狗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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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Alex 你好 你好 你叫你 你好 你好 你會來一下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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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位 你好 你嗎 我是 energía 我必須知道 他在這裏 我會給你這個包子 因為它是還滿滿的 是他吃得了 是他吃得了嗎 所以,他吃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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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的食物 對嗎 所以,他現在是 3.5kg 所以,5kg 我會給他1.5kg 所以,我已經給他1.5kg 所以,我已經給他1.5kg 1.5kg 所以,他已經吃了 他11.5kg 所以,我現在給他1.5kg 7.5kg 我其實已經寫了 我會去WhatsApp 給你一張 他小節奏 如果他還在餐後 我給他1.5kg 他很快 你會讓他1.5kg 你會讓他1.5kg 所以,他1.5kg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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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kg 講完之後其實他們都很大反應 他們跟我們說有一個adoption fee是2000元 2000元其實我第一一下感覺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香港裡面原來有很多人是沒有所謂的rescue 那些糖狗回來之後 他們會找一些人去領養他們 然後收取一個很高的費用去賺錢 所以為什麼我的朋友跟阿喬都很大反應 那其實我決定領養Kenji的思路是怎樣呢 就是為什麼當初我會有這樣的關心 就是怕有慈善機構他們可能是騙錢或者其他東西 到最後我都決定了養他 你會吃夠了嗎 第一件事就是他的adoption fee 最大的關心就是2000元的adoption fee 因為外面有很多騙錢或者是用rescue回來的糖狗仔去賺錢 都是會收2000元的 我仔細地跟那個他有一個負責人的談過 2000元是無論你打了一支針 打了兩支針 或者什麼都沒做過 或者煙起來都是2000元的 那我就覺得就不是斷陽收費 他打了一支針就收多一點 他打了兩支針又要收多一點 那2000元就是包住肉的 假設我們現在Kenji回來兩個月 去到大概6個月的時候 或者再打後去住肉的時候 都可以回到那間相關的手衣產收到住肉的 但是跟那些騙人的機構不同 就是你也可以選擇不去那些審査去做的 你可以選擇你覺得有信譽 或者你覺得是OK的 受審査去做這個住肉的 那這個Flexibility 我覺得就不像一個普通的騙徒 會有的選項 你是不是肚餓啊? 蛤? 你是不是肚餓啊? 乖啦 現在時間到了12點 好了 他在那邊叫 其實現在一般 他們都是要吃一些 例如這些BB娘 但因為他現在還沒開始換牙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壓態的東西 他都吃不到 所以我們就要用熱水 把他浸泡之後 他才會吃到 等等好嗎? OK 這樣呢 譬如倒了一些東西進去之後 就可以用一些暖一點的水 去浸泡一下 然後你拿東西來攪拌一下 大概讓他吸收了一些水 暖暖的 等等啦 乖 等等好嗎? 就可以吃得了 現在Kangry大概兩個多月大 一天要吃四餐 早上一餐 然後12點一餐 然後5點一餐 8點再吃多餐 開玩笑 落開 а啊啊啊啊啊 小天啊啊 不不不不 Kangry Kangry sit Kangry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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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y OK Kangry 東西都有點多 不過呢 他們現在都要 發育時期 吃很多東西 好像剛剛小豬 剛剛來的時候都吃很多東西 一直吃 好像前世沒吃過東西 我見完這隻狗 見完阿Kent之後 我就已經很開心 我很喜歡牠 我就已經收拾好房子 就想著 第二天牠來到 跟牠兩隻兔子 跟牠 會不會相處得好 牠自己跳出來 喂 我會想很多 整個心態都已經準備好 接牠回來 今早突然發現 可能我們還要重新考慮 或者可能真的接不到牠回家 因為我們覺得 可能那個錢是貴 或者是不合理 不要咬我了 不要咬我了 先去吧 好呢 緊一點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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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boy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